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庭法律公司警司 这里是Real Canada 有料加拿大 今天我给大家继续介绍 加拿大的信用相关的话题 那么上一期给大家 大概介绍了加拿大的信用的作用 加拿大的信用记录 是如何综合评分的 那么我会在这期的节目 给大家做一下讲解 如果你要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呢 我是主要分享加拿大的移民留学 定居生活风土人情这方面内容 如果你要是喜欢我的节目 那么请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也欢迎大家通过私信来和我做交流 这样在未来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了 加拿大有几个信用的评分机构 一个叫Equalfax 还有一个叫Transunion 这给大家做过介绍 它用来评分的信息 都是通过各个板块综合收集而来的 各个加拿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使用的评分可能略有不同 但总的框架都是相似的 那么主要每一个加拿大人的信用记录啊 主要是有五个部分综合构成的 首先呢 就是你的还款记录了 俗话说啊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信用机构的评分呢 也是如此 它是基于这个人能否或者是能够及时还钱 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所以在信用评分中 有35%的比重啊 都是基于你这个人过往的还款历史而给你做评分的 第二个呢 就是信用的核查次数啊 在加拿大这边的英文叫Hard Inquiry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别的借钱或者贷款的机构对你的信用的调查 信用评分中 10%是基于信用核查的次数来做评判的 银行并不希望看到一个人呢 在短期内有太多别的机构对你的信用进行核查 因为这看上去这个人可能非常需要钱 但是只限于一次或者两次 那银行那边人也明白啊 这个人可能最近要贷款或者是借款 他可能货比三家比较一下 那么这也是大家通常都能明白的事情 第三呢 就是你的信用额使用度 叫utilization 比如说啊 银行给你批准一个信用卡 当然信用 希望你是尽量的使用这张信用卡 使用的越多越好 把大部分的信用额都那个花费掉 只保留一张或者两张这个信用卡 那这样在大原则上呢 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既跟银行保持的比较良好的一种关系呢 又不用花精力去管你这么多张信用卡账单 更不容易超出预算的情况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在你的这个信用的分数上来说啊 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这样的信用记录啊 会显得你很缺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你就有1万元的信用额度的一张信用卡 而此时呢 你只用这张信用卡 而且每个月都花上50006000 那这样一来 你的信用额度的使用率啊 就达到了50%到60% 这样其他的银行就有理由就怀疑啊 这个人的财务状况可能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评分系统中 30%都是用基于你的信用额度的啊 一般来说你的信用额度的使用率最好是低于20% 甚至在10%以下 所以呢 在从这个思路上来说 如果你每个月需要花的钱又比较多啊 最好不要集中放在一张信用卡上面去 最好申请多几张信用卡 把每张卡的总额都提升上来啊 比如说你还是每个月花5000块钱 但是你有5张1万额度的信用卡 所以你的总信用额度就是5万 这样一来你的信用额度的使用率就只有10%了 别的银行看到你的使用额度比较少 也对你的个人的这种还款能力也比较放心 第四呢 就是你的信用记录的长度 一个人的信用记录的长度太短呢 也会让人觉得不太可靠 可以说时间是沉淀信用的一个基础 15%的这个信用度啊 也是基于每一个人的这个信用记录的长度 你信用记录的长度啊 是指现所有有效的信用卡的平均长度 比如说啊 你名下有三张信用卡 时间长度分别是6年4年和2年 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是12年对吧 你的 但是呢 你的信用平均长度就是12除以这三张卡 就是4年 那么你再申请一张信用卡 你的信用长度就是除以4 就只有3年了 所以每申请一张新的信用卡 都会因为有信用查询啊 查看你的这个过往的信用记录 和降低信用长度这两方面 你丢掉一些信用的分数 所以在新申请信用卡在短期内 的确是对你个人的信用分是有负面影响的 由此可见 如果是提高信用分数啊 如果你完全不用信用卡 或者是集中只用一张信用卡 都是不对的啊 反而是应该尽早习惯使用信用卡 定期还款啊 降低你的这个信用的使用度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本期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家园百科 你通过百度谷歌搜索家园百科就可以找到他 他是只关注加拿大的网络百科全书 不论你想了解加拿大的文化求职教育房产信息 还有关移民留学签证的权威资讯 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市井四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